大家好 最近我喜欢上了吃锅贴 已经适应了好几次了都很好吃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吧 今天做两种口味的锅贴 一种是猪肉白菜 一种是猪肉白菜虾仁 这个是我弄好的虾仁 其实呢是两种 上面呢这个切的有点小颗粒口感 下面呢是我砸成的虾绒 都已经比较 胶质性比较强了 白菜也是两种口感 这个是我用果汁鸡 把姜泥还有 白菜的帮一起给搅碎了 当然因为搅的时候呢 果汁鸡不好搅所以就添了一点点水 就看起来有点 汤汤水水的 这个是手切的白菜碎 已经把水挤干了 因为这里面实在是水太多了嘛 一磅猪肉馅 然后13香 还有胡椒粉 过会再补点生抽 就可以做馅了 现在先给它调一下吧 这是调好的两份馅 左边呢这个是猪肉白菜馅 刚才那个白菜汁太稀了 最后我又挤了一些 切碎挤掉水的白菜沥进去 给它补了补 否则的话太稀了 这个是虾仁馅的 这个虾仁馅肯定是吃不完 但是明天我可以打丸子汤喝 刚才的时间发面了 然后又醒了一个小时 今天我准备用烫面 这个是用烫面发的 但是呢不是全烫面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的凉水 然后三分之二的热水 给调的这个面 刚开始还把我给烫了一下 这个因为是半烫面 筋性应该不是很好 但是很黏 刚揉好的时候毛毛扎扎的 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感觉就没那么毛扎了 还比较光滑 让它再醒发一会儿 然后再用吧 这是再一个小时 一共醒了两个小时的状态 虽然这个是死面 半烫面 根本就没有酵母 但我还是觉得 它一下子长大了一块 而且我第一次发这种面 这个表面好光滑呀 感觉还有成就感 现在就准备来擀皮包饺子吧 我已经把它都包好了 今天包的不是很大 这样得下剂子 下的小一点 当然有个别的有点大 比如这个就是比较大的 然后给用那个植物油 喷雾剂给它喷了一层油 过会儿就开始煎 也是同样的饺子 我还想再蒸一锅 尝尝蒸饺的味道 一锅煎一锅蒸 一会儿再蒸 先给它合上盖吧 省得皮表面都干了 我刚才是开大火 一直在煎这个饺子 底下都金黄了 底下已经有焦了 然后又倒了点淀粉水进去 盖上盖给它焖一焖 就会用熟了